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关注我们哦 除了买宝宝买衣服就是女人们的最爱了 而且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 买件衣服真的是可以解决 当你拿到新衣服 有的人会迫不及待的传统试试 但有的人就会选择喜乐再穿 因为传言上面有甲醛 这是真的吗 虽然听起来很惊悚 但新衣服上确实可能会有甲醛残留 先说杰勒 新买回来的衣物确实有必要歇息再穿 因为衣服上残留的甲醛 燃料等氢化原料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 不过说会致癌那就是胃炎所听了 既然甲醛有害 那衣服中为什么要添加甲醛呢 因为衣服在加工过程中也是离不开甲醛的 衣服上的甲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首先衣服在燃整加工过程中 会采用含有甲醛的活性素质 来平整衣服 其次为了提高软色度 厂家一般会采用含有甲醛的质量 另外很多衣服还有印花 这些印花在印制过程中往往也含有甲醛 不过即便如此也不必过于担心 因为脱离的伎量弹毒性都是不靠谱 衣服上虽然有甲醛残料 但往往都是微量的 和不合格装修反发的甲醛不在同一个层次 看到最后我们发现 买回新衣服还是要洗一洗的 一点轻微的甲醛 还是为引起身体的不适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